深度卫造的技术是越来越成熟 而且还有套装软体可以使用 基本上使用者完全不需要写程式也可以做到 因此将来这一类的诈骗会越来越多 不只是企业有可能被诈骗 事实上个人也有可能被诈骗 大家想想 突然有一天你接到 各位曲博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博 这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在这里我们先预祝大家新年愉快 万事如意 大家知道在过去这几年 人工智慧的发展确实带给我们生活许多的便利 尤其是股票市场 这几年由于人工智慧的加持 让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人工智慧也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 最近在香港就发生了一起 有史以来最大利用人工智慧进行的诈骗案 使用的技术称为深度卫造 到底什么是深度卫造 而诈骗集团是如何利用这个深度卫造的技术来诈骗呢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谈谈这个题目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最新诈骗手法 人工智慧深度卫造 DeepFact假冒总部财务长骗走8亿元如何做到 首先我们介绍深度卫造 DeepFact的定义 再来我们简单介绍深度卫造的技术原理 再来我们介绍什么是卷积神经网路CNN 以及自动编码Autoencoder 再来我们介绍深度卫造实际的案例模拟 以及深度卫造的正面和负面效益 我们今天的资料来源是社团法人 台湾医化资安分析管理协会 发表在网管人 题目是DeepFact技术 亲手实验感受深度造假影片威力 以及庄药语发表在数位时代 题目是DeepFact大解密 换脸技术更简单 到底怎么办到的 根据香港媒体道导 诈骗集团使用深度卫造DeepFact技术 冒充跨国企业在英国总部的财务长 以及多名高阶主管 和香港分公司进行视讯会议 但是这场会议除了受害人之外 其他视讯人员都是利用深度卫造产生 由于出席的人看起来和听起来 都像是受害人的同事 因此受害人放下一律 依照英国总部财务长交办 陆续汇出多笔总计2亿港元的金额 到诈骗集团的账户 当然这个受害人并不知道 这个英国总部的财务长 是假的财务长 其实他是诈骗集团利用深度卫造技术 创造出来的影像和声音 相当于8亿新台币 事后由于总公司来对账 才惊觉受骗报警 那么到底诈骗集团是如何利用深度卫造 产生英国总公司财务长的 影像和声音呢 首先呢深度卫造 Deep Fact是一种透过人工智慧 AI里面的一种深度学习 这个称为Deep Learning的技术 来卫造影像跟声音 而且可以特定只运用在人脸的部分 把一张新的人脸移植到影片中的人脸上 乍看之下呢 难辨真假 而且呢人眼移动还有讲话表情等等 都可以经由深度学习的训练 做到呢让你真假难辨 这个呢技术因为用到深度学习 所以称为深度 而且它是拿来卫造影像或声音 所以就称为深度卫造Deep Fact 那么你要把影片中的人物呢 转换成另外一个人物 要怎么做呢 首先Deep Fact会分成五个过程 这里面呢主要核心的部分就是 人脸侦测跟人脸转换 首先呢你要先做影片转成图片 接下来要侦测图片中的人脸 做人脸转换 再把人脸拼上去 最后呢把这个图片转回影片 那么人脸侦测的方式呢 通常是使用T度长方图 这个我们称为HOG 68个特征点 还有卷积神经网路的技术 定向T度长方图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HOG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一种演算法 它将人脸分成眼睛 眉毛 鼻子嘴巴 下巴这五个部分 抓出图中的正样本 就是含有人脸的部分 计算出图像T度的统计值 T度指的就是差异啦 之后呢再找出图片中的负样本 就是不含人脸的部分 一样呢计算它的统计值 最后呢将结果进行分类 并且调整这个负样本 那所谓的68个特征点 是用人脸定义出68个特征 它主要是计算人脸的角度 它的缺点呢是只能使用正脸 意思就是必须正面呢对着画面 如果出现侧脸的话 就必须用其他的方法来协助侦测 而且呢也要注意这个人脸的解析度太低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侦测 这个地方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下面这个图呢就是人脸的特征 这个里面总共有68个点 刚好呢包含我们的眉毛 眼睛鼻子嘴巴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脸型 再来用到的技术叫卷积神经网路 它呢可以用来判断 人脸出现侧脸的时候使用的方法 它主要是利用卷积层 convolution的layer 跟磁化层 这个叫polyn layer 针对照片或影片中的局部区域来分析特征 可以大量减少神经元的运算 适合来进行照片或者影片的分析 譬如人脸辨识或车牌辨识 各位以后只要听到影像辨识 用的几乎都是这一种卷积神经网路CNN Deepfag的生成方法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自动编码器 这个叫autoencoder 另外一种叫做生成对抗网路 自动编码器呢 主要就是分为编码跟解码两个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呢 资料会被压缩加上资料重建 那么利用编码跟解码呢 就可以找出资料的特征 用来产生相似的卫照影像 自动编码器里面呢 是把人脸A跟人脸B 各自准备好几百张的图片丢进编码器 编码器呢会搜寻两张脸相似的地方 并且把它们压缩成很小的数据 再利用解码器做两组不同的AI模型 分别读取这些很小的数据 就是刚刚说压缩后的这个数据 就可以重建出人脸A跟人脸B 经过几百上千次的训练 编码器解码器就会自行学习调整 重建出精确的人脸 训练完成后就可以做换脸的阶段 这个时候呢 只要故意将输入的人脸用错误的解码器重建 就可以达到目的 这边呢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左边呢这是一个手写的数字 我们把它切割成28x28个画素 总共是784个画素 每一个画素呢对应到一个数字 白色就对应到255 黑色呢就对应到0 其他的灰色呢就对应到其他的数字 总共呢就会得到28x28 784个数字 接下来我们把这784个数字呢输入这个深度神经网路 所以输入端就有784个神经元数字 输出成呢也有784个神经元数字 在运算的过程呢先把维度缩减 从28x28减少到24x24 再减少到20x20一次类推 最后呢到8x8 接下来呢在反向放大维度会还原成28x28 在维度缩减的过程我们称为编码 在维度放大的过程我们称为解码 大家特别注意哦 当维度缩减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是减少数字它的解析度 事实上呢就相当于是压缩 所以呢就称为编码 相反的当你放大维度的时候呢 就是增加数字的解析度 就相当于是解压缩 所以称为解码 所以刚刚呢他说啊 当我们把它压缩成极小的数据 这个就是所谓的编码 当我们把它还原成原来的样子 这个就称为解码 这个来回的过程中呢 就可以去训练神经元的权重 最后呢就可以训练出我们要的模型 这边呢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将压缩后的人脸A 用人脸B的解码器重建的时候 那么由于你压缩是用同一个编码器 所以呢两张脸的共同特征 譬如五官的位置啊定位的资讯 就会被强调出来 各位记得在压缩的过程中呢 维度是缩减的 事实上呢就是把特征给取出来 这个我们就称为把特定的特征呢 强调出来 接下来呢解码器B 就会利用人脸A的表情跟五官来定位 最后呢进行人脸B的重建 最后啊就是让A的头长出B的脸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编码器的时候呢 我们用同一个编码器来进行训练 输入的是人脸A跟人脸B 在编码的过程中呢 会从人脸中提取出表情的特征 因为呢两个人脸是共用一个编码器 最后呢就可以辨识出两张脸的共同特征 譬如说五官位置 接下来呢就充斥着极小化的人脸特征压缩档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在维度缩减的过程中呢 是把资料变小解析度变小 也就是类似压缩的意思 从潜在的空间中提取表情 这个时候呢各位注意哦 它呢可以经由解码器A 可以呢还原出重建的A 经由解码器B就可以还原出重建的B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呢因为已经把特征经由编码器取出来了 所以呢经由解码器还原的时候呢 就可以恢复成几乎跟原来是一样的重建图形 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人脸A经过编码解码之后 会得到跟原来很像的重建的A 人脸B经由编码在解码之后 就会得到跟原来很像的人脸B 在这个过程中呢 事实上电脑已经找到 人脸A跟人脸B的特征 接下来第二步关键呢 就是把人脸A经由编码器 接下来解码的时候呢 用解码器B来解码 这个时候啊因为数据中呢 隐含着人脸A的表情五官的特征 接下来你用解码器B来解码的时候 它呢就会得到 以人脸A的脸部表情方向为基础 重建人脸B的特征 所以各位呢结果会看到很特别的图 它呢是A的头 也就是人脸以外的部分 加上B的脸 等于就是取出人脸A旁边的这些影像 但是呢中间叠上去的却是人脸B 因为呢你用了B的解码器 最后呢我们就举一个深度未造实际案例的模拟 这个文章提到啊话说科技大厂A公司最近流传一段影片 这个影片内容呢就是说呢 A公司的董事长宣称啊近期营运不佳要大幅裁员 A公司的投资人呢都收到这个影片啦 因为这个讲话的人就是A公司的董事长啊 所以大家就以为这是真的 投资人呢就大卖公司股票 最后公司发现了原来啊影片呢是假的 是恶意人士呢使用Deepfake的技术 卫照的影片 目的就是企图影响A公司的股价 从中谋取不法利益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风波 A公司第一个动作当然就是寻求法律啊 先禁止这个卫照影片流传 接下来就是请公司的资讯部门工程师进行见识 他就会发现呢卫照出来的影片中啊 人物的嘴型跟声音好像不一样 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卫照的影片呢 人脸的背景跟交界处呢 真实的影片呢有明显的差异 这样就可以证明呢 宣称是A公司老板将要大幅裁员的影片 是经过卫照的 就是把这个脸贴到这个五官外面 最后呢就得到这个结果 各位我们看到这个图呢 里面的脸其实是他的脸 但是呢其他的部分却是他的部分 所以呢就是把A的脸贴到B的这个轮廓里面 乍看之下好像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把眼睛的部分放大 你就会发现呢合成的图里面啊 这个地方呢是糊掉的 但是呢原来的图呢眼睛是很清楚 所以deepfake的技术实际上是可以破解的 但是呢破解这个技术也需要用人工智慧 所以呢就是用人工智慧破解人工智慧 确实有很多厂商在开发这样的技术 最后我们简单做一个结论 深度卫照的技术是越来越成熟 而且呢还有套装软体可以使用 基本上使用者完全不需要写程式也可以做到 因此将来这一类的诈骗会越来越多 不只是企业有可能被诈骗 事实上个人也有可能被诈骗 大家想想突然有一天你接到朋友 或者亲人的视讯电话 和你说呢他急需用钱 请你把钱汇到某一个账户 如果你不查证的话是不是一不小心 受骗上当就把钱汇出去了呢 因此各位要切记将来不管透过影像 或者声音的联系 一定要做double check的动作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你已经知道 对方的联系方式 透过其他管道联系之后进行再次的确认 这样才能够杜绝诈骗情团 利用深度卫照技术来进行的诈骗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各位对于人工智慧的深度卫照 还有DeepFake技术有任何相关的问题 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方 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